800斤重的保险箱里藏有一颗价值300万的钻石 一小时内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带回家 土豪送钱 规则简单 挑战者需要破坏小箱子获得保险箱的开锁工具 直到将保险箱打开 游戏结束 这次挑战 时间仅任务重 三位选手决定团结协作 共同将保险箱打开 若是获胜 三人将评分这颗300万的钻石 大壮负责破坏保险箱 老王和小飞负责破坏小箱子 拿到开锁道具 首先 大壮获得初始道具 是一根棒球棍 大壮直接朝着密码锁励里啪啦一顿狂砸 见大壮如此卖力 那边的老王和小飞也不甘示弱 用铁球猛砸小铁箱 只要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就可以为大壮解锁下一级的工具 小飞用力一砸 密码锁的电池都被砸飞 差点要将密码锁的内脏给承出来 老王也见缝插针的搞起破坏 但是奈何小箱子太坚固 两人轮番上阵 也只是将箱子砸出一个小凹陷 暴脾气的老王健壮 直接端起整个密码箱就往墙上砸 铁箱安然无事 可是乐高墙却被砸得四分五裂 这么大的动静 吓坏了旁边的大壮 这时 小黑发现铁箱最薄弱的地方 就在这四条边上缝隙 小黑瞄准一个角 用力砸下去 老王抡起羊角锤疯狂补刀 已经可以看见 保险箱被砸开一条细微的裂缩 两人乒乒乓乓一顿砸 刺耳的噪音让大壮不堪其扰 拿起密码锁杂像刚搭起来的乐高墙 好家伙 直接把小黑给压住了 15分钟过去了 保险箱的天灵盖在小黑和老王的不懈努力 终于被打开了 拿到里面的红宝石 可以为大壮解锁第二级的工具了 是几个小钢球啊 接下来一顿操作看待众人 大壮拿起钢球 啪啪两下 钢球直接变成两半 这质量我敢肯定绝对不是中国制造的 一次性钢球全被大壮砸碎了 他试图扶手掰开保险箱的把手 土豪调侃表示 要是大壮能把手柄掰下来 他愿意额外给大壮50万的现金奖励 很明显大壮确实一想天开 接着他不知道从哪找了把齿轮锤 在箱子上动手脚 画出一个大大的叉 随后大壮好像发现了 在箱子有两个螺丝 开始用力撬掉螺丝 果真被他撬掉了两颗 另一边的小黑和老王正在疯狂输出 要为大壮拿到第三级的开锁武器 两人直接拿起斧子往铁箱上一甩 这样就想打开铁箱子 能不能尊重一下他 人家好歹是纯钢制造的 大壮健壮呵斥他们两个 你俩大奖还想不想要了 变真点 只见小黑抡起斧子 就是一顿乱砍 铁箱一下子就开了 正当两人以为能拿到里面的红宝石 定睛一看 好家伙 里面竟然是混凝土 红宝石刚好被封在了混凝土里面 不得不说 土豪的鬼点子真是多 但为了三百万大奖 三人怎么可能就此放弃 于是他们搬来一副梯子 老王决定利用高空抛物砸开混凝土 几个回合下来 但混凝土看起来毫发无伤 老王决定还是老老实实抡大锤 一顿操作猛龙虎 一看破坏力纯纯二百五十 几个回合下来 混凝土开始崩裂 他们一鼓作气 猛烈砸向混凝土 用手指抠出一颗红宝石 解锁第三集开锁武器 这次是一把撬棍 看猛男能不能撬开整个地球呢 但是感觉还是不好下手 撬棍根本插不进保险箱的缝隙中 大壮一怒之下 抱起大木桩 咔咔一顿猛砸 时间还剩二十五分钟 到底能不能砸开保险箱呢 老王忙着开第三个铁箱 一把大铁稿对着人家添灵弹 准备要大干一场 小黑抡起铁锤也是抡个不停 时间紧人物重 小黑锤完后 老王接着又拿着铁稿开始了 在车轮战的攻击之下 小黑最后一锤子下去 红宝石到手了 三个小箱子都被解开了 可以给大壮解锁终极武器了 时间还剩十分钟 只见大壮一把推到保险箱 十八班武器轮番上阵 直接凿出一个凹糟 虎豪表示 场外的小黑和老王都可以上去帮忙 每人一锤狠狠在保险箱砸出一个大洞 大壮尝试了一下伸手拿出钻石 结果绑子被卡住了 然后小黑伸手一掏手 直接把钻石拿了出来 距离挑战时间结束只有一分多钟 虎豪宣布三人挑战成功 如果给你一颗价值三百万的钻石 你愿意参加这个挑战吗 终极武器转的钻石 终极武器转的钻石 终极武器转的钻石